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先生 歡迎你回到Now E之選的第七集 今期就想跟大家說一說 由曾國祥執到 在去年金像獎 同時拿到最佳導演和最佳電影 充滿爭議性的少年的你 Meta Days 趙年笠里的故事講述 女主角陳廉是一個正準備著高考的學生 也就是類似香港的DSE 上世紀A-Level 一個決定你能否進入大學的大型考試 在她的同班同學胡小蝶被欺凌而自殺後 她就成為下一個被欺凌的對象 在一次放學的途中 她遇到被打的古學仔小北 陳廉想打電話報警 可惜被幾個惡棍發現了 陳廉和小北就在人生路上遇到對方 在這個正處於低谷 步向成人的少年時候 比此互相影響 講到少年的你 我想大家都會想起 她在去年的金像獎得到12個提名 掃走了8個獎 包括最佳導演 最佳電影 最佳女主角 和最佳編劇等等的大獎 而去到近來 少年的你也因為代表香港 出戰今年奧斯卡的最佳國際電影 還入了最後五強而再一次成為熱話 很多人都會問 她憑什麼代表香港呢? 又有些人會說 大陸電影 不聊 那究竟少年的你有什麼好看? 能夠橫掃這麼多國內外的獎項呢? 我們首先會進入影評分析的部分 而我對於她代表香港出戰奧斯卡 又有什麼看法呢? 這個也會在這條片的下半部分 和大家分享下 老實說 少年的你是一套完成度極高的作品 在近年的香港電影裡面 算是非常罕見 首先要讚的當然就是她的劇本 少年的你講的是一個很實在的故事 仰帝一幕已經明確地點名了故事的核心 This used to be our playground This was our playground This is our playground 這裡的陳念是一位英文老師 和學生在講解 used to be 和 was 的分別 他們都有曾經的意思 但 used to be 多了一份失去樂園的感嘆 接下來就是陳念的微笑 但笑著笑著的她慢慢收起了笑容 這一幕也說了給觀眾知道 她的少年時期並不快樂 This is our playground 隨著這一句 將觀眾帶回到她高考時的現在式 只不過我們在畫面上看到的 並不是想像中一個少年應該有的playground 相反 我們看到一群學生好像軍人一樣跑步 叫著拿高分 入名後 等等的口號 而接下來就是劇本裡 第一個關鍵事件 陳念同班同學胡小蝶的自殺 我們看到眾人的反應 陳念的表情 再看到其他人在wechat裡 你一言我一語 他們的反應似乎有種私空見慣的感覺 圍觀的人都拿了一部手提電話出來 對著操場裡的屍體拍照和拍片 觀眾所感受到的 是在未出來社會工作之前 已經有無窮無盡的壓力 押了向這班學生的身上 由不同學生想組成的電影開場 彷彿告訴我們 這個並不是單一的悲劇故事 一個好的電影開場 已經可以做到三個層次的講故事 第一個層面想說的是 陳念在胡小蝶自殺之後 成為了學校裡被欺凌的新對象 陳念向警察交代胡小蝶自殺的事後 回到班房 見到自己的椅子有一些紅色的液體 在這個時候 鏡頭再撤回到胡小蝶死前 原來也遭受過同樣的欺凌和對待 每個人的目標都是被捧為可以改變現狀 幫助自己向上爬的高考 諷刺在社會裡的人 即使看到其他人的困境和苦況 他們對於身邊所發生的事情都選擇沉默 亦是這些欺凌事件一而再 再而三感發生的最主要原因 說明了 這是一個關於校園欺凌的故事 而再深一層想說的是 每個人的少年時期 每個人的學生時期 其實本應該是一個無憂無慮的樂園 但社會就將這些 原本大人才會承受的強大壓力 越來越早地推給這些學生 這些少年 就好像那些要贏在起跑線上的論調那樣 控訴緊這個將成年之後才要面對的戰場 好像要在幼稚園、小學 就要和其他人分過高下的病態社會和教育制度 第三層想說的就是社會各界 對於這些欺凌事件的對應和幫助其實並不足夠 就好像在胡小蝶自殺之後 學校的對應就是炒了那個教得很好 但忽略了班裏面有欺凌事件的老師 再在學校所有的走廊位置加裝了圍欄 就好像一個龍爐一樣 以防止再有學生跳樓的事情發生 老師、學校、警方、社會 他們口中陣陣有詞所說的 要點點點保護班學生 防止校園欺凌可以幫助受害者的說詞 但在故事發展外的時候 就更加看不到他們做了什麼去幫助陳念 相反地一個被遺棄 處於社會最低層的古惑仔 反而願意不收紛紋 以行動去保護陳念 非常之諷刺 少年丁裡最出色的 就是這一種對故事核心多方面的描寫 而且他並不是蜻蜓點水的輕輕帶過 在故事發展外的時候 劇本又更加深入去挖掘這些主軸 在這裡不需要交朋友 這句對白除了表現出陳念 一心只是想考好高考 其他事情他都想一概不理的心態 明明最需要去認識朋友的時間 就變成對身邊同學莫不關心 亦都是因為這種冷漠 而間接令到胡小蝶自殺 這句對白同時也感動了鄭兒這位年輕警察 並萌生了之後很想幫助陳念的想法 耐約的究竟是誰呢 一位四眼同學去安慰陳念的時候 說他只要捱多一個月就可以去北京 很快就會沒事 他還提到胡小蝶的死是因為他自己 頂不住壓力因為他耐弱 陳念聽到之後就反問他到底是誰耐弱呢 是你和我 一些看到不公事件發生 最完美的角色共生關係 他們遇到對方的時間點都算是兩個人經歷最低谷 最需要幫助的時候 陳念想幫小北報警 小北想保護被欺凌的陳念 他們兩個都發掘到對方的好 萌生好感 陳念想考好高考向上流的動力 也都延點起小北想要擺脫現在微爛生活的動力 而小北對於這個社會低層的了解 也都令陳念看到現實社會的做事方式 為求生存的血腥 少年的你是一個成長的故事 更加是一個苦痛的回憶 少年時候的你被灌輸得最多的 應該就是對未來的盼望 叫你不斷向前衝 不需要害怕 但當你長大成人之後 社會就會一巴一巴的撞到你 就好像鄭逆對陳念說的一句對白那樣 成長就好像跳水那樣 閉上雙眼 什麼都不要想就往河裡面跳 雖然河裡面會有沙有石 更可能有背殼 叫你什麼都不要想就向前衝 然後再告訴你社會有多難 有多少東西是身不由己 有多少東西你是無能為力 就好像陳念再反問的一句 為什麼在讀書的時候 沒有人教會我們怎樣做一個大人呢 我想在很多人的少年時候 都會有這種感覺 陳念和小北經歷了互相扶持的美好時光 劇本在這個時候當然會急轉直下 餵糞給你吃 無情的雨水在高考的時候隨隨落下 也是時候揭開故事最後的大事件 警方發現了一具無名女屍 而她的身份正正就是欺凌陳念的偽來 導演曾國祥很巧妙地把高考的緊張感 和被對死者資料時候的懸疑感拉在一起 配合風雨交加的天氣 令電影的壓力和氣氛一直堆疊加強 作為觀眾的我們都會覺得這件事 和陳念小北一定會拉上關係 而兩條角色線也都由最高點急轉直下 迎來結局對兩個人的衝擊 除了劇本深度和故事脈絡都寫得很好 導演的鏡頭語言也將少年的理 提升到另一個層次的關鍵 電影裡一直都出現很多樓梯斜坡 一個象徵著階級社會結構 能夠增加畫面構圖圍道的處理 陳念在上學的時候一直向上走 最特別的莫過於那條很長很長 一直向上的扶手電梯 和來到學校之前的那條長長的斜坡 這種向上走的畫面構建 就代表陳念向上流的慾望 而小北所住的地方就是在高架條的橋底 他所身處的地勢比普通的街道更低 遠處的地方還有一對對高樓大廈 去凸顯更強烈的高低差 而他們的作用就像Parasite 那個矮一個條街 又霉又霧主角一家的家的效果 少年丁裡運用了很多close-up 面部表情的鏡頭 這種將背景模糊化 直擊角色內心的處理手法 亦都令他們的情感表現更突出 受到欺凌時候的無奈 無法對未來有憧憬 加害者若無其事的嘴唸等等 全部都來得更加真實和赤裸 這種鏡頭亦都非常非常考驗演員的演技 而我覺得兩位主角以至一種配角都做得非常好 少年丁裡從劇本故事、角色設計、演員演出、發掘主題的廣度和深度 視頻鏡頭、畫面構圖等等不同的方面都做到非常高的質素 而這個正正就是他在上年金像獎 能夠一舉打敗其他入圍的港產片 令到最佳電影的最主要原因 我們在看一部電影的時候 就是去看他想表達出來的東西 是想在電影藝術層面上 令我們欣賞到不同的故事 而我覺得少年的你 的確是近幾年裡一部拍得非常好的電影 說到這裡 我們就來探討一下 少年的你算不算是一部港產片 以後它代表香港出戰奧斯卡又合不合理呢? 首先要說的是當一個獎項已經定立了參加比賽的報名條件 我們應該對於符合這些條件的電影一視同仁 我們就來看一看金像獎的參選資格吧 凡於那一年的1月1日至10月31日 在香港作首輪公開售票放映 連續7日內在50個座位以上的常規放映電影場地 上映不少過5場的香港電影 影片長度要在60分鐘以上 並以35毫米的菲林放映 又或者數碼放映 均自動參選香港電影金像獎 再在下面的註項中提到 影片必須符合下列的其中兩項條件 先會符合香港電影資格 第一個是導演皆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香港居民 第二是出品公司最少一間 是香港合法的註冊公司 第三是最少有6個工作項目的工作人員 須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香港居民 每個工作項目只是計算一位 依據15個獎項來的計算 包括監製、編劇、男女主角、男女配角 攝影、動作設計、美術指導、服裝造型剪接 和原創電影音樂、原創電影歌曲 音響效果和視覺效果 正因為曾過場是香港人 只要加上其中一間投資方的公司是香港的電影公司 又或者在他對crew中主要的人員是香港人 少年的你就會被歸納為一部香港電影 而他在去年的香港電影金像獎拿到最佳電影 所以派他代表香港出戰奧斯卡也無可厚非 就像當年李安的臥虎藏龍 由兩岸三地共同製作 由中國、台灣、香港 最後臥虎藏龍也代表台灣出戰奧斯卡一樣 但雖然電影是符合香港電影的要求 但他在大家心目中 是不是一套本土的港產片 又是另一回事 少年的你講的是中國的少年 在中國的城市考中國的高考 女主角所遭遇到的 是來自其他中國同學的欺凌 電影裡發生的事情 跟香港一點關係都沒有 只是校園欺凌和精英制度等等的共同語言 才可以令香港人有所連結 而這種就是我們所說的少了一陣本土故事味道的電影 或者我要再反問幾個問題 香港會不會拍這種題材的電影呢 少年的你都算是一套文藝片格局的電影 而香港的電影公司和投資方又有多少錢預算呢 在電影裡的高考制度和校園欺凌 在香港又普不普遍呢 我覺得校園欺凌這個題材 甚至乎是文藝片都比較容易處理 但去到有沒有足夠的預算 可以將他心目中的藝術層面去做到完美 又是另一回事啦 少年的你在2019年上話 在中國拿到15億的票房 如果要以一個平衡藝術和投資賺錢的project來看的話 少年的你可以說是一套非常成功的作品 但當然伴隨著的就是電影需要經過中國大陸的廣電總局審批 曾國祥提到劇本裡原本是有更多較為黑暗的情節和描寫 而陳念和小筆之間也有更加大尺度的情感表現 但一一都因為風氣不正確而被刪走 而去到電影的最後更加要逆揚千山去朗讀一些政府的官方聲明 令到整套電影更見正氣 再者如果少年的你真的變成一個香港的故事 而一套純正的港產片來製作的話 我就真的想不到香港有哪位女演員 在27歲之寧可以做到周冬宇的這個高度 不要說做到十成 我想做到七成已經很困難 我這樣說並不是貶低香港的女演員 但是又要年紀輕輕 又要有這種演技 周冬宇真的可以說是萬宗無一 就看他在電影裡差不多到最後這一幕 警察鄭義騙陳念說小筆已經答應了一年 所以會被判死刑 鏡頭刻意只是拍著周冬宇的背部 我們從背影就已經可以感受到陳念的痛 他的自責 甚至乎慢慢崩潰再硬撐不下去的感覺 名符其實就是連背部都懂得演戲 單是看這場戲已經可以明白 為何周冬宇可以拿到金像獎的最佳女主角 我想在香港真的沒有誰可以很完美地做這一幕出來 我個人就覺得不要因為他是中國演員的身份 就抹殺了他的所有天份和努力 總結來說 你是不能夠否認《少年的你》是一套沒有什麼瑕疵 各方面都表現出色 充滿震撼力的電影 可能你會因為曾國祥的爸爸 就會懷疑過他是不是靠關係才可以在這行裡蠟燭 但我可以告訴你 他是一位很有天份 對電影裡各個崗位 劇本細節和藝術表現都拿捏得很好的一位導演 看《少年的你》之後 你會很期待曾國祥未來的作品 也會想看多些周冬宇的演出 但話說回來 相比起拍攝重慶的故事 我更加希望見到多些導演和編劇 能夠掃說更多關於香港的本土故事 希望大家都會跟我一樣感想 今集《NOWE》支選第七集 《少年的你》Better Days的影評 以及我對於他的爭議的看法和分享就來到這裡 NOWE在剛剛四月份更新了很多很高質 中西的得獎電影 如果大家都想跟我一樣 補完這些精彩電影的話 就記得去看看NOWE的服務計劃 他們現在一個價錢可以兩份看 而跟Netflix一樣不用綁藥可以隨時CUT 而我亦為看這條片的你們 和NOWE那邊談了一個新的Special Offer 所以如果你對NOWE的服務有興趣的話 就記得去我Instagram上 看回NOWE×Sam先生 Season 2最新的折扣優惠碼 接下來NOWE之選的下一集 我會繼續為大家介紹多一些好電影好劇集 所以你記得訂閱我 按旁邊的鐘仔 還要選全部搶先看 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動力 記得CLS這條片出去 comment like share 如果你想好大力支持我的話 也可以加入我的Youtube會員 如果你都想認識多些影友 記得加入會員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待會兒 我喜歡